一同幸福即福 圆满生命 业力不可思议 一 有人认为一个人造了业 他往后的一切经历就已由这业注定了 若这说法是真的 那么人就不可能过圣洁生活了 因为解除烦恼的机会根本不存在 若有人认为一个人造了业 他往后便会尝到业报 若这说法是真的 那么人就有可能过圣洁生活了 因为有解除烦恼的机会存在 2. 例如有一个人造了一个小荷叶 他今世可能尝到业报 也可能完全不会尝到业报 试想那一类人会因犯了小罪过而下地狱的 一个对深厚的培育 不加留意的人 上会启发智慧 上会训练自己 是个渺小的人 他的生命是受到局限 不会快乐的 一个小恶业可能导致这样的人堕入地狱 3. 现在有一个小心地发展生透意的人 以启发了智慧 以训练自己 以不是渺小的人 以不光与你 他也不会跟着你 和你一样 我他也不会跟着你 你一样 把握手 我 把握手 把握手 我 我 他的生命是不受限制 是无可衡量的 这样的人造了小荷叶 在今世可能尝到叶爆 或完全不曾尝到叶爆 四 假设有一个人 在一杯水中洒入液之盐 那水便喝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杯子很小 又讲这一人 在河洒了一只盐 那河水还是可以喝 为什么呢 因为那河水太多了 悲悲的能力是什么 悲悲有四根支柱 即一 慷慨不失 二 至上的善语 是反复地向全神专注的听众说法 三 最高的帮助是谷币 激发那些缺乏信心者力性 缺德者力德 定色者故事 愚痴者看齐智慧 四 至上的一世同仁 是平等对待凡夫与四国圣者 这就叫做悲悲的能力 生命的十项 生命的十项 一 在这世上 生命是无偿而难以预测的 生命是艰难 短暂并且充满苦恼的 二 有生必有四 这是世事的本质 有老必有亡 这是世事的发展 三 果实成熟了 可能在清晨时掉落 同样的 人生下来后 随时都可能死亡 四 陶宫所制造的各种窝壶 最终总会剥裂 同样的 所有的生命 最终也必定结束 三 果实成熟了 一 果实成熟了 四 陶宫 一 果实成熟了 三 果实成熟了 三 果实成熟了 天 狀了 最终总也不会被毒 一 果实成熟了 特色的一 果实成熟了 三 果实成熟了 天 山 音 空进熟了 大 为三 看到大 为三 存熟了 不论老 少 余 志 不论老 少 余 志 不论老 少 余 智 人能逃出死亡的陷阱 全都会不想死亡 他们被死亡所征服 他们又投身到另一个世界 父亲既救不了自己的儿女 家庭也救不了陈远 在亲属们的注释 哀哭流泪之下 人们一个一个地被抬走 就像牛被送到屠宰场一样 故 老死是世间极其自然之事 故智者看透了世界的人像 他并不被伤 夜盘之下 一 当有复生五日存在时 为何还要追求被老死 所束缚的御能呢 一切的诞生 都离不开疾病与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这是永生不灭的 这是永生不灭之境界 没有悲伤与嗔恨 没有障碍与半导 没有畏惧与难受 没有障碍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这是永生不灭之境界 过去成为许多人真的 自我努力者 今日也可真的 不肯努力者 没法子真的 信心的特质 一 弥兰陀国王问道 大仙尊者 信心有什么特质 信心有宁静与发愤两种特质 二 宁静怎么是信心的特质呢 当信心升起时 它能破除一切障碍 当信念没有障碍时 一切都清澈 纯净和宁静 我偏见你 我偏见你 你 我偏见你 我偏见你 他就是 我偏见你 我偏见你 3.举个例子给我听吧 1.有一个国王带领四支军队 向队纪兵队、战车队与步兵队过一条小溪 溪水被大军践踏的浑浊不清 这时国王可能说 取水来 我们一起尝语 部下可能回答道 遵命陛下 于是 部下们取了国王的净化污水之宝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入水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有如水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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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造了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 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顾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顾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 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 普度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 联系剧 请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 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 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普度众生 所以各位多关心 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双本纳 位于中国云南省南端 与辽国缅甸 与泰国缅甸山水相连 与泰国越南近林 四季如春 遍地绿印翁玉 鲜花盛放 境内有珍贵的热带雨林 自然保护区360万亩 其中 70万亩是保存良好的原始森林 这些茂密的丛林 是两万多种动植物 升息的家园 大域西双本纳 直译为12千块田 实际上是指12个行政区域 带族人说西双本纳 古时称为蒙巴纳西 意思是一块神奇 美好的理想国土 那么我们再往下一点呢 是到我们的那个 祺花女会员 因为那就是各种 比较神奇的技术 例如会跳舞的小草之类的 但是呢 在西双本纳热带植物园 经由导游的介绍 大家认识了一种 很特别的植物 跳舞草 跳舞草是自然界 唯一能够根据声音 产生反应的植物 起舞的原因 主要与温度 阳光和声波感应有关 那时候要看这个小叶片 然后要不吹风的情况 小叶片这个歌声的频率 张开逼合在来移动 我来唱一下 会不会录下来 唱歌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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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美丽的鱼 我一会儿 我只顶要在这层线上 我爱你 手 你 你 你 都在自己 你 转 那 转 转 转 除非要一波的胸 fís 怪痛怪痛 是呀猴哥耶 猴哥挺习惯的 你真能動啊 海陶法師隨即創鬆起六字大門咒 願慈悲得音波 引領眾生的菩提心活躍 恩 还不说了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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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